大约有六万多名失语症患者 脑中风 颅内出血 头部外伤都可能造成 外表看起来好像已经恢复 智力也正常 但偏偏有些话就是说不出来 其实他们都知道他们当下要做什么 他有一些词表达不出来 可是他可以透过比如说画图 或者是手势动作 可以让我们知道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只是我们需要透过一些方法来教他 那我们一样听血 面对失语症患者注意以下NG行为 当他想不起来时不要急着替他完成 应该给予更多时间 表达有困难时跟音量大小声无关 交谈时尽量减少环境噪音 不要拒泥正确词汇 可多用图案肢体动作来替代 前面六个月可能那个进步是 像斜坡那个斜率很明显 可是到了六个月之后 其实我接过有以前 接过一两年的那种 他其实还是会进步 只是说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 把握黄金治疗期六个月 有家人陪伴支持 恢复更快 大爱新闻的亚平蔡玉凯 台中报道 各位 tijdens的愚显 最后期待的愚蝶 为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